受到中共病毒疫情導致的社交和旅行限制影響 2020年全美國前6大航空公司共計虧損350億美元 其中美國航空、西南航空和捷蘭航空合計虧損約140億美元 而聯合航空、達美航空和阿拉斯加航空合計虧損約209億美元 達姆勒表示 去年獲利為66.03億歐元 去年第四季的強勁表現加上成本控制措施 幫助該公司在2020年實現優於預期的獲利 但達姆勒也發出警告 目前車用芯片的短缺、疫情嚴重 將影響其第一季表現 德國商業銀行的新任執行長表示 將實施1萬人規模的人事精簡 還將關閉數百家分行 該銀行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遭到重創 雖然已經裁員上萬人 但因為高層更迭和經營策略不明 一直在苦苦掙扎 新唐人記者 政治綜合報導